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首富馬斯克居無定所自爆在有人家過夜 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已快2個月 本以為可以長驅直入迅速拿下首都基庫 然而俄軍呂租烏軍頑強抵抗 導致進度嚴重遲緩 據悉普京和軍中多位親信反面 國防部長蕭伊古近日傳出臥病 普京還以貪污罪名拘捕了20名將領 有學者分析 這個明顯反映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的困境 也暴露出普京是在利用內部的整肅 來推卸軍事行動失敗的責任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嚴格以色列的俄裔大坑聶夫之林14日 在Facebook上發文說 據從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人士得知 66歲的蕭伊古先前突然心臟病發作 被送入交互病房中 消息來源稱 蕭伊古患有的心臟病 很可能不是自然因素所造成 而是普京下令用毒藥暗殺所致 即使之後得以保住性命 但亦可能就此半身不遂 列夫之林還爆料說 俄軍有約20名將領 涉嫌貪污10億美元軍費而遭捕 這筆錢是普京自2014年 撥給軍方進行閃電戰的經費 而公開反對出兵烏克蘭的俄國前副總理 被俄國國會議員稱為叛徒 哈利姆林宮還打算對他提出刑事調查 雖然外界可能證實 列夫之林爆料的真偽 但美國情報部門透露 關於烏克蘭戰場的實況 普京很可能被軍方高層 軍情局 顧問蒙在鼓裡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阿比3月底就說過 俄國國防部根本沒有將 戰士的重要轉折向普京通報 4月16日安徽省毛湖市城區出現一列 初檢陽性確診者 隨後當局發布通知稱 經過市疫情防控指揮部決定 自4月17日凌晨4點起 針對毛湖市主城區暫時實施靜態管理 並立即開展區域傳源的核酸檢測 根據毛湖發布14日消息 滿醫二婦院在發熱門層中 檢驗出一例核酸初西洋性患者 毛湖當局隨後發布通告稱 主城區範圍為鏡湖區、浴缸區、九江區、 經濟技術開發區、三山京開區等5區全域 其他區域管控情況根據流條結果及時調整 所有進入靜態管理區域的交通渡口實行指進不出 市內其他原市區的人員非必要不要前往上5個區域 該通告要求所有封控區一律實行封閉管理 人員足不出戶、服務上門、除封控區以外其他區域 比照封控區管理 所有人員除在工作人員引渡下有最開展核酸檢測外 一律足不出戶 針對這項消息有微博網友留言質疑 模糊這次是否反應過度了 一例就是全域靜態管理? 我們是否打算全國停工停產抗疫? 能否做些正常決策? 這真是正確的決策嗎? 究竟是為了人民健康 還是為了自己頭上的烏紗帽? 太過了!聽下文聲了! 也有網友表示 得知消息後自己就開始去搶購物 我2點多出去團科 在超市排隊付費排了一個多小事 4點多才去的錯市場 什麼都搶不到 另有網友發現物流已經受到影響 對我最直接的影響是快递發不了過來 我的快递到了模糊中轉站就過不了來 近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上海進行視察 並前往老舊社區等地了解疫情情況 結果被民間棄底 官方由於怕再遇喊樓事件 安排孫春蘭躲在一處大樓樓頂聽簡報 據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官網17日消息 孫春蘭4月15日至16日 在上海調研指導武漢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其間曾前往黃浦區老西門街道夢花街區域 南京東路街道平望居民區 實地了解除衛合用住宅及路舊小區疫情防控情況 並在黃浦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聽取匯報 孫春蘭再次要求堅持同一思想堅定不移加快清零步伐 實現動態清零重方針 根據中國媒體提供的畫面可見 孫春蘭確實有巡視夢花街等老舊社區 但附近有高樓住戶區拍到 孫春蘭不是在平地上聽取官方簡報 而是與隨行人員來到上海預言集團大樓的樓頂聽取簡報 身旁完全沒有居民 翻查上海市民拍攝的畫面 亦與孫春蘭出現是中國官方新聞中的背景相符 對此資深媒體人 自媒體《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跳行到 古有掩耳道靈、駝鳥插沙、金有春蘭爬頂 他並指出過去中共官員視察前 總會將反動分子先行隔離或被旅行 好令領導門安心擺拍和宣傳 但這次上海疫情造成的所謂反動分子太龐大 而且潛在所有居民樓中 迫使官員不得不隔離自己 躲到屋頂上視察、條言 自上海疫情大爆發後 當地接連傳出民眾缺食、搶菜、缺藥、病患 但延遲就醫生亡等消息 雖然大陸網管展開全面刪帖行動 但仍有不少市民為自救 透過各種方式將相關信息傳出 有關上海疫情 上海官方醫療系統3月26日曾訊息大彈話 上海不會封城 但到3月27日晚官方以黃曝光為界 分區分批封控管理 到3月30日深夜官方再以全域靜態管理為名 封了整個上海市 4月2日 上海疾控中心拒絕民眾求助的錄音在網絡廣傳 當日宣春蘭抵達上海 據悉當時宣春蘭抵達上海後 先後前往上海黃曝區、靜安區、 浦東新區等地查看居民社區的隔離情況 同時也要求上海當局 按照中央部署堅持動態清零 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 但隨後就出現當地市民大喊不要菜食了 我們要餓死了以示抗議 而宣春蘭真是裝作沒有聽見 直接搭車離開 事實上 類似情況 宣春蘭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 今年3月底 宣春蘭赴吉林省督道疫情 推進清零行動 當時在疫情重災社區視察時 也有居民對她大喊沒有菜食 去年12月中場 宣春蘭前往西安督道疫情 並要求盡快清零 結果在她到訪小區期間 突然有居民對她大喊我要吃飯 而更早的2020年3月 宣春蘭赴武漢市青山區 中建開園公館小區時 封城後受困十幾天的居民 隔窗高崖 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價菜 形式主義等 視頻一度在網絡封存 雖然中共媒體近日仍在密集發文 力撐習近平強調的動態清零政策 但實際情況她在上海疫情已經不能堅持清零了 據路透社報導 上海市黨員幹部和學校等組織 已接到上級傳達的新目標 直設定於下星期三 即4月20日前實現社區清零 開始恢復正常生活 還要求當地官員加快新冠病毒檢測 並將所有陽性病例轉移到隔離中心 很顯然 中共對清零的定義是指隔離區外 再沒有新增病例 上海寶山區黨委書記陳健在星期六的講話中稱 隨著市民的焦慮和食物供應壓力的增加 上海的形勢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她稱上級要求17日要呈現疫情轉折點 20日實現疫情清零 自從上海被封鎖以來 市民失去自由、引機捱惡 家庭分離和隔離中心條件惡劣等 已令民憤職員到極限 有些地方已經發生了警民衝突 由於疫情限制 中國多地工廠關閉和運輸樽頸等情況 直接影響著全球的物資供應鏈 面對上海的清零失敗 黨媒還堅持清零是科學的 最符合中國國情的 對此美國華語學者謝田認為 中共領導人為了保住權力地位和政權穩定 而必須要喉舌媒體作出面子宣傳 來表明中共的防疫是成功的 能有效地控制病毒 謝田指出 中共內部有個中南海、南院 和國務院、北院權力對峙的問題 主觀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列克強 從利益上來說是反對封城的 上海疫情政策的變化 就是南院和北院權力較量的結果 早在4月13日財新網就發布一則消息說 李克強所領導的中共國務院選擇了8個城市 作為防疫情優化試點城市 其中包括上海 但此消息發出後不久 在中國遭全網封殺 因為有違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強調的動態清零政策 中共高層內鬥已公開化 習近平對於連任的不確定性 黨內反對聲音越大 危機感越強 習更要為了面子、地位和穩定 不惜孤注一擇在上海實施清零政策 如今上海的清零政策難以為計 封鎖經濟金融中心上海所造成的各方危機 已令中南海頂不住了 所以不得不解封上海 據Business Insider 報導 馬斯克4月18日接受TED總裁安德森訪問 當安德森說到 很多英文富豪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批判對象時 馬斯克回應說 我現在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事實上我是住在朋友家 他進一步說明 如果我到灣區 我基本上都輪流住在朋友家的空房 馬斯克表示 如果我一年的個人開銷都是幾十億美元 那確實非常有問題 但情況並非如此 他亦說他沒有豪華遊艇 或者真的跑去度假 不過他的確有私人飛機 這點眾所周知 他說這個並不是說我的個人消費高 我的意思是飛機是個例外 但如果我不用飛機 我的工作時間就會減少 不過他坦誠 他能有如此身家也是很瘋狂的事 根據彭博富豪指數 馬斯克的財富正值 估計達到2510億美元 是當今全球首富 先前國家媒體報導 馬斯克出售加州豪宅後 在德州有個簡陋的玉珠組合屋 但那個不是他的資產 而是向SpaceX租的 這位億萬富豪的朋友 近年來也提過馬斯克有折劍的習慣 例如馬斯克前女友 格蘭姆斯近期受訪時說 馬斯克有時生活在貧窮線下 他發現兩人共枕的床墊有一個破洞 但馬斯克拒絕買新床墊 2015年時 問Google共同創辦人佩吉說 馬斯克有時造訪隻谷 會寄電子郵件問他 我不知道在哪裡過夜 我可不去你家 身為全球首富的Tesla執行長 馬斯克兩年前喊出 不再擁有房子的目標後 到目前為止已賣了7棟樓 出售價格共計將近1億3千萬元 外媒報導2021年11月披露 馬斯克以3千萬美元的價格 賣了他在籍谷的豪宅 不過這個價格被他首次掛牌出售齒房產時 還低了750萬美元 而他目前則住在德州一間 10.5坪大小的房子 房屋價值約5萬美元 根據《每日郵報》報導 淨資產達2510億美元的馬斯克曾透露 這棟位於舊金山南部希爾斯-巴勒市 佔地47英畝的超級豪宅 是他謹慎的最後一棟房產 不過這間豪宅在17個月內 三字掛牌都未售出 價格也一路從3,750萬美元 跌至3,000萬美元才成交 目前買家聲明尚未透露